全唐诗卷一三五一六 夙龙兴寺其无前 香煞夜望归 松青古殿飞 灯明方丈时 朱细彼秋一 白日传心境 青莲玉法威 天花落不尽 处处鸟贤飞 全唐诗卷一三五一六 夙龙兴寺其无前 香煞夜望归 松青古殿飞 灯明方丈时 朱细彼秋一 白日传心境 青莲玉法威 天花落不尽 处处 处处鸟贤飞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造访龙兴寺 深夜忘记了归去 清清古松树 沿显映 沿映佛殿的大门 方丈时里 宽敞干净 灯火通亮 河上披衣系着佛珠 引耸诗文 心地像阳光般明亮 纯洁透明 佛法如莲花般圣洁 微妙清净 天女洒下的花朵 飘落佛前 咸花翻飞的鸟儿 离去无声 其母前一生 游幻四方 曾经寄宿过很多寺院 此诗是诗人在龙兴寺过夜 游赶而坐 其母前 唐代诗人 自孝通 一座寄通 渝州人 公元726年 唐玄宗开元14年 进室基地 曾任左时宜 中著作郎 其诗洗血方外之情 其山林孤寂之境 流露出追目隐异之意 全唐诗存其诗二十六首 天花落不尽 处处鸟先飞